疫情迫使各国仓促的停课 手忙脚乱展开了各自为政的远距教学 但在经历过阵痛之后 他们有了全新的体验和收获 纽约州正在跟盖茨基金会 攜手各界合作重新想象教育 因为在疫情结束后 他们要重新开放的是更好更聪明的校园 今天就让每日商业带你一探究竟吧 我们今天的报道来源是2020年5月18号 黄敦勤所撰写并刊登在亲子天下的文章 随着各国开始解除封锁 台湾的防疫措施也将逐渐松绑 新冠肺炎结束后该怎么样重启校园呢 有更大的教室吗 或是更少的班级元素 在受创惨重的纽约州 州长古墨说不只是这样 他已经在想当学校重新开放的时候 应该要长什么样子 要有什么样的科技学习策略 有更好的学校 更聪明的教育系统 如果还是让孩子乖乖坐着 听老师在教室前面讲话 那这段时间迅速练就的科技软硬体能力 要做什么呢 因此纽约州西手比尔记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要重新想象教育 古墨认为如果有那么一天 一定要做的比先前冲促停课上线 以及目前的状况更好 要有更大的改变 自从古墨在五月上旬宣布这个消息 大家都在猜测 到底要如何重新想象教育 还有包括教师团体在内的许多人担心 会不会太重视科技而疏忽了教育中重要的人文和人际互动 把公立教育体系交给盖茨基金会这样的私人机构是否合宜呢 虽然各方都有不同的说法 长期担任古墨顾问 也将带领这项计划的纽约州州立大学学院院长马拉特拉斯指出 大家都太担心了 因为这些事都不会发生 短期内他们要决定怎么样重启校园 可以兼顾学习与安全 长期而言 大家在这段时间运用科技的学习 历经了教育转型的经验 可以进一步透过合作 发展成更好的教育资源和成效 也解决了这次远距教学准备步骤所遇到的问题 和建立新的资源 例如在远距教学中 有些特殊需求或是身心障碍的学生 无法透过一般视讯或是自主学习来掌握课程进度 但是老师要准备各种教材 因应新的工作要求 又要给他们特殊的辅导 实在是分身乏术 既然很多老师都在发展结合视讯指导 跟自主学习的新教材 何不都运用这些成果 让老师有更多的时间跟学生视讯沟通 以小班制分组或是个别指导 给跟不上的孩子有更多的学习时间 甚至还可以进一步照顾学生的社交情绪等问题 或者有些偏远的学校 因为学生老师的人数比较少 而无法提供太多或是比较难的课程 这些孩子是否就可以在线上学习 跨下到有这些课程的学校 透过网路休息这些原本就学不到的课程 纽约州跟盖茨基金会的想法才刚成心 从5月中就会开始组织团队不断讨论 推进各种最佳方案和纲要 同时他们也会邀请老师 学校的教职员 教师工会 父母和社会上的新创人士 一起发想如何可以重新想象教育 可以确定的是 他们已经想到方向 至少有以下6项 让我来跟大家说明 第一不管他们身在何处 用科技提供学生更多的机会 第二用科技提供各地的学校和大学共享的教育资源 降低教育的不平等 包括像新移民等新学英文的学生 第三用科技满足身心障碍孩子的教育需求 第四运用科技让教育者有更多的工具 第五超越地理限制 用科技让中小学与大学生有更多机会 获得更好的品质教育 最后一个 在当今社交距离的规范下 如果孩子们不能到学校上课 可以运用例如云端虚拟教室 让不同地方的更多学生 在同一个班级一起上课 经过这波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变动 大家虽然辛苦 但却体认到教育的更多可能 走过这段路的人 深刻地体会到 学校教育竟回不去以前的老样子了 也许这是没有全面停课 一起通过走过的台湾 难以想象的收获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疫情让一切都停摆 让人心惶惶 也让许多家长担忧孩子的学习 对于远距教学 也深怕孩子沉溺于网络世界 今日的科技发达 正是考验人类如何应用 并且发挥正面价值的机会 我常常在想 如果我还是学生的话 一定会非常的珍惜这个时刻 不用去学校 但又能够同时学习 我想无论是对学校 家长或是老师来说 都有最大的收获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 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拜拜